Hello,大家好,我是王鹏 最近几天呢 上海的一个叫 Manner咖啡的一个店 一个咖啡店 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事故 就是有三家店 还是两家店,有这个员工 跟顾客发生很严重的冲突 有的是 拿抢顾客的手机 有的是用咖啡粉 泼顾客 我在想 这个事情挺典型的 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按理来说点咖啡 双方发生抠角 这都不应该发生 那为什么这种事情同一天 都会发生这么多呢 那我分析说到底呢 就是说 这个咖啡店的员工 和这个顾客 两个 他们本身就是一个 引爆的点 它本身是一个充满气的状态 两个人 两个东西,两个人亲戚一碰 两个人都炸了 那为什么会造成 我们店铺员工的 这种 志气 力气很重 然后这个 顾客的力气也很重 那我分析共同一点呢 就是说 现在钱不好挣了 这个顾客 这个顾客呢 他可能 比如说他收入没有以前高了 或者他刚被老板批评了 或者他要赶飞机去 处理一个很 着急的事 我就这么说吧 挣钱使人快乐 假如说 这个 这个顾客当天 他发了工资 比如他发2万块钱工资 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跟这个店员起冲突 因为他心情在那 就你在心情好的时候 做什么都是对的 那等10分钟 等就等呗 为什么等不了10分钟呢 因为他肯定 大乎事了 然后这个店员呢 长期处在一个高压的工作状态下 然后工资也很低 5000块钱的工资 然后还要被领导PUA 还要被监控看着 然后还有标准化用语 就跟机器人一样 标准化用语 标准化流程 就是一个闭着眼睛 就在做的一个事情 然后高高度的工作强度 然后工资不见长 然后然后工资 就工作强度一直在提 他就会 冲气 心里会有怨气 正好两个人遇到了 他就爆发了 那其实呢 一方面就是现在经济 钱不好挣了 确实是一方面原因啊 那第二方面原因呢 其实就是 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啊 人与人之间是有阶级分化的 就是很明显的阶级分化 你去哪里 都要有VIP通道 贵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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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这个阶层阶级 是社会给你化好了的 就我的阶层就是比你高 我就应该欺负你 就是阶层之间的这种矛盾 就是说 以这种 瞧不起 或者语言欺压等等很多方式 不过很多职业 在我们这都不被尊重 比如说你是一个快递员 你是一个外卖员 你是一个普通的 小大街的劳动者 当你走在大街上的时候 你都不会被正眼看 更别提尊重了 根本就不尊重 就是有些行业 服务行业 就是 现实就是说大家都不尊重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那 大家自己去心里去想 为什么造成这种现象 然后呢 还有一点呢 就是 还有一点是啥来着 小层啊 街机街层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关于这个 每个人的心情都不好 对吧 我到北京的地点上看一看 就 满眼望去 除了那十八九岁的小姑娘 小哥哥出去玩很开心之外 大部分都是低头玩手机 而且都搭了个脸 就每个人都要有一个 发泄的渠道 就你 就你 吸引那个气 一定要找 机会 给他释放出去 你比如说这个 咖啡店的小小店员 就是你在 你在工作之余 或者是 有些休息的时间 可以培养一下 可以培养一下自己的爱好 或者是去 做一件事情 让自己刺激大脑的事情 就让自己放松一下 让自己去发泄一下 平时的怨气 那你发泄完了之后 你 像我一样 我就会 你心态要平稳 就你不得不承认 我就是一个社会底层 我就本来就不应该被受尊重 然后我 我受到的这些待遇 都是社会给我的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我为了生存 我为了活下去 我为了挣那些生活费 我不得不这样 而且不仅我是这样 大部分跟我一样的人 也是这样 他每个人心里都有怨气 或者是找跟我一样的人 我去吐槽一下 大家一起吐槽一下 吐槽也是一种解压的方式 就一定要有一个解压的出口 如果说 没有出口的话 就像一个鼓足了气的 一个气球 两个气球一碰 就爆炸了 心态要平稳 如果说你觉得 你干这个行业很委屈的话 那你就 看看自己有其他方面能力的提升 实现这个 再往上一层的跨越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是个气球 我们走在这个马路上 走在超市里 走到一个地铁站 走到其他的任何地方 对于可能碰到另外一个气球 它也是鼓鼓囊囊的 一碰就破 一碰就炸 我们外出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就遇到 这种负能量的人 能躲就躲 尽量不要跟他们发生言语的冲突 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大家的力气太重了 你可能就是压垮他的最后一个救命稻草 就不是稻草 就是最后一个稻草 他可能因为你 他的情绪崩溃了 因为他之前积攒了有百分之九十的这种 怨气 最后要发泄在你的身上 然后你身体受损失 你的钱财受损失 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个现象我们没法改变 改变不了 怎样才能尊重你呢 没办法 就是没法得到尊重 那你放弃这个工作 你换更值得被尊重的行业 职业 医生律师 老师 大家尊重你 但是门槛又很高 所以还是要提升自己 让自己努力的去实现这个跨越 因为你越在下面的话 越容易受欺负 越容易受排挤 你往上面的话 你会发现 排阔天空 大家对你都是微笑 大家也不会对你发脾气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观点 我是王鹏 一个程序员 40岁的北京 我们下期拜拜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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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